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谁将在集体秀表演中排名第一 全员晋级 这一轮我们的集体表演 比分差距相当之小 哇 好多票 还没有观众投票 对 还有观众 个人秀表演 追光者邀请助演嘉宾强势助阵 战火升级 哪组工作室能突出重围 全员晋级 40票 白带掌 哪两位追光者又将遗憾淘汰 不是吧 我不看了 太残酷了 接下来有请今晚第三组表演的工作室 见所未见登场 包批页 你 见所未见 工作室 三供集体秀你们选择的歌曲是 闹上戏楼 读上戏楼 因为这次我们的主题是 寻找中国传统文化 读上戏楼它里面的歌词 也是南唐李厚祖写的词 所以读上戏楼 这首歌符合了我们的主题了 好像就听下来就感觉这个歌有点 很悲伤的感觉离愁对 这一次我们的作品 独上戏楼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创意在里面 净剧就是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然后符合了我们的主题了 然后又能用净剧作为一个元素 去跟独上戏楼去装出一些火花来 其实我觉得也是 挺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件事 我们这一趴主题就是传承 我们的载体就是禁剧 我觉得很好 传承我们如何表达现在还没有 咱们就得有一个故事 就是得有一个角色 得有个角色 得有故事 比如说我就是扮演着一个啊 禁剧的角 我是一边化妆一边哼 我们就是你回忆里你以前的你呗 接不接一就是花 武生的脸 嗯 哦 好吧 可以啊 刘也是什么呢 臭卷 小声嘛 然后杨忠伟呢 我们这个故事的音乐 哦 刘升级 因为你唱的现场跟方唱片是一样的 反正我那个闭上眼睛意味着很多 他的歌声出现 你们的形象出现 你们在这里会有一些京剧的身段 你们可以是年轻的时候的我 也可以是我的徒弟 学生 学生 特别之处就是有一个人可以不唱嘛 有一个人从头唱到尾 那我整件事架起来就很特别 本来 至少说从一宫从二宫到今天这样子 我们都尝试了很不一样的东西 我总觉得每次都在蜕变 这也是我自己最希望呈现给大家的那种感觉 我们这个形式反正在这个舞台上 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一次 练了一天我感觉一点都不累 有命运武器的啊 来自西藏的高端能量植物饮品藏萌芒 试一试 赞 好喝 掌声留起 见所未见 为你带来 独上 西楼 哦 哇 好吗 大佛一二 您还是霸王别记 这一段歌 维不得 它们 这一段歌 那 这一段歌 是 优优独播 他 这一段歌 我沿途上西楼 远入狗 寂寞无痛 深远所请求 却不多离海乱 失离愁 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 无言如上西楼 月儿沟 寂寞无痛 深远所请求 剪不断离海乱 失离愁 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 心无断离海乱 心里愁 别有一番滋味 爱心头 无言无上西楼 远入狗 寂寞无痛 深远所请求 天不断离海乱 心里愁 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 天不断离海乱 师父 师父 我们可以开始了 来 剪不断 剪不断 离环乱 离环乱 是离愁 是离愁 也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 哦好好好 没有破坏元曲 谢谢 张艺健大哥的每一组的节目都有他自己的风格 很棒是吧 对很棒 京剧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级的表演 我一看到魏健哥的妆容 打扮是京剧的打扮我真的有点 很惊喜 京剧不产假 常说京剧里边啊 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他们其实在短时间内能做到那个样子 就已经让我觉得很钦佩刮目相看了 追光者们为自己拉拉票吧 在拉票之前 希望各位现场的朋友 能不能给我们的今天舞台上真正的值 小朋友豆豆师傅给他鼓励掌声 豆豆师傅 不如以后您就叫我们进去我们拜您为师好不好 好 那就图尔拜见师傅 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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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谢谢师傅 那要不您帮我们拉票了好不好 好 好不用怕啊站在这里 谁 啊 各位哥哥 各位姐姐 请给我的图尔们神胜的一票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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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够了够了够了 再谢谢就多了啊师傅 多了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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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ケ 投票通道现在开启 这一次的赛制 就如果我们拿不到第一 我的主理就有兄弟要被淘汰了 这个压力就就真的有点了 三二一 投票通道关闭 我想问一下张卫健老师 在您的演艺生涯里面 有没有过被传承的往事 我人生中 可能你们都没有听过 我人生中的第一部古装戏 第一天开工 第一个镜头 然后到了那边 导演就说来张卫健演艺片来看看 我演完之后 导演就马上发火 你干嘛你干嘛张卫健你干嘛 现在让你演一个小子 不是让你演一个小生 从头到尾你手都在后面你干嘛 小生跟小子有什么分别 我完全不知道 那我应该干嘛 然后我旁边就有一位男一号 然后他就说导演先别发火 来你过来过来 那你这样子嘛 你是一个小子嘛 对嘛 你就应该活泼一点嘛 321你就过来跟我说 说两句话 大哥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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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绕到我旁边再说一句 然后呢就再到这边蹲下来 撩撩撩这个草地 然后拔一根草 盘着这根草再回来 再跟我说你说大哥 我说的对不对呢 然后我马上就明白怎么演了 之后整部戏每一场戏 他都会演一边给我看 让我在他的基础上面 再去自己发挥 所以他绝对是我人生中 第一部古装戏的救命恩人 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男一号是谁呢 他是应该可以说是60后 70后80后90后00后 很多人都喜欢他的 他叫刘德华 你不要找他两个了 他两个瘋的 周围捉人做徒弟的 哥哥仔 他后来就问我说 你有没有兴趣签给我 那我说这个问题还用考虑吗 马上签 然后呢 然后我就帮他派了一部戏 大家都认识的 叫齐天大圣孙悟空 我是 如来火董玉皇大帝 观音菩萨 指定群青青特派时的 花果山水年度美头王 齐天大圣孙悟空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我跟他合作唱了一首歌叫《高高在下》 哦 让我奔心红皂白天才或勇才 别要耍赖别胡来把灵魂出卖 我心里有大惊小怪变成大反派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我就在追光吧跟韩语再唱一次《高高在下》把刘德华传给我的传承精神传给了韩语 哦 再然后呢 然后没有然后 然后应该开始精心给我们 我觉得他们的形势找的特别的准确 最大的问题是对中尾的设计是不对的 他应该从后边整个在流动当中唱这首就好看 因为所有的历史全在舞台上呈现像雕塑一样 他像个说书人他像个时间的见证器 你们应该上一个 你不应该像一个盗贼一样在上面站着 但是整个表演最惊喜的是谁呢 是韩语和刘也 因为京剧是需要功夫的 韩语刘也 我不知道这背后要付出多少的努力 其实我觉得舞身跟我们跳舞曲一样的都得练功 因为当时老师就教了我一个叫山榜 然后我就说我说老师我们一般跳舞我们也练 就练鼻哩就举在那 然后他说好你把这个手扑口打开往里面压 然后拳往里面压还不能伸直 还得要往里面压不能泄这个气 就不动钉字步鼻鼻直了 他说我们一般五分钟起定 然后定了45秒的时候我记得我说老师 我说可以放下来吗 他说你再来一会 好 然后还有像云手接山榜 我们现场也有一位有舞蹈基础的人 要不您教教金城老师 我学两个 我学到三榜 人家是舞蹈演员 对 古典舞的演员 人家古典舞的这都会的 剑指 剑指 他手必须要是翘起来 不是这样子不是泄力的 必须要翘起来 他手也都是必须要翘起来 手指都要用力 然后剑指你可以是看一下 然后 然后 又卡不开去 没事 站着 站着直接给五六七八 这里 这得这样 这样 这个 这个是必须要这样的 哇 这个山马 这叫手眼伸法步 手眼伸法步 手眼伸法步 亮枪 全亮 接下来50位专业评审 请投票 目前 金AD209 41票 6倍光速 42票 见所未见能否超越他们的票数呢 信心和把握呢 我们肯定都是100%的 每一次都抱着拿着第一 每一次 恭喜见所未见 本轮共获得 42票 目前 他们和6倍光速并列第一 呃我觉得我们已经 以我们最大的力量 把这首歌呈现的最好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个比分能不能保留着 第一就 真的很难说 自己跟你们平手耶 平手耶 对 42 不知道怎么搞呢 张维健他们同票 也是放心一点 如果一来就跟 我们上市 5050 大家的50 我们就 我们第四队就吃亏了 有可能 有看来你们你 你会有 有说了 有有dancer的说了 哦 哦 有solo 应有尽有 那大哥有表演的solo吗 大哥吐火 吐火 吐火 烤羊肉串是吧 厨艺 厨艺 马上煮一个餐 火龙 接下来有请今晚最后一个工作室登台表演 有请3-5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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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现在我们已经是3-5 了 秦奋和江潮将离开这个舞台 挺讨厌自己今天晚上的表现的 这舞蹈最弱的是大哥 我这个哥哥带领的做的有点真的是不好吗 所以把这些工做好就是最大的动力 三公为什么选择剧拳 剧拳就更有一个夜闹的感觉 有一个 因为不然就一直安静下去 可能有另外一点一个面貌出来也不一定 就是在北京的时候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是先碰一下 大家在一起先聊 聊对于这首歌的一些想法 棍不听 我怀疾水的听声 大哥就希望这首歌不要太江湖 体现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那部分气质在里面 所以就融合了枪进酒 这样的诗词 讨论方向 然后很快的编曲老师就出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 好吧 那就等音乐出来吧 好吧 就这样 OK OK 1 2 3 4 4 5 6 7 舞蹈方面 说 李坤你一定要有那几下 最拳标志 胜比较强的一个动作 但是也不能没有那个街舞的感觉 打打打打打打打 这次是我第一次打中国打鼓 嗯 有一点难有一点尴尬有一点害羞 就我单说单说下你 比如说你第一个第一个节奏你按你那个感觉打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的动作还是 这个动作就出来你要是 这感觉就出来了 哈哈哈哈 怎么了 OK 练习的时候老师跟我说 更大更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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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so i'm just trying to think of it as a dance 对那个最拳吗 那个最拳的感觉要出来 哎感觉快出来了 好 这个舞台是觉得上我比较内行一点吧 这是您的戴维老师 对 这一开始是站在舞台正中当的升降词里 其他人呢 其他一开始只有你 他弹吉他呢 弹吉他 对啊 你空老师的鼓在这边 呃 楚生老师吉他在那边 对我们是三个升降 然后我们最后会有廊桥 走到一起 所以 因为我 好吧 先生站着吧 就是不想站着念 啊 练师已经是练了 就永远都站着练 本来是要流动的 去他那边去他那边呢 一早就说 就这样思考 谁不愧 现在来来来改舞台再排吧 不是我们排了也没用了 叫他来吧 不是脾气很直接 跟导演组沟通的时候很急 因为我经常我要的东西是罪的 不是跟你讨论 就是最好你们 就无论如何都要得到 老师 吴建宇老师 大卫老师举一下手 这边 对 好 然后你打开之后 所有人从外面让 所以你要挡住他了吗 已经挡住 你已经挡住 你会见到他了 那么多人的意义可在 你说那个舞台吗 还说舞台吗 对 那根本 根本不需要我们排 只要下面的人动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也升降台 动吧 那我们直接 那天来就唱就可以 永远的背景在我们前面 最后也收 有五六个 一千单走人 不懂 我觉得就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台上一只人太多太满了 就是那个意境 把开头和结尾全去掉 然后在最后结尾的时候 把那廊桥恢复到那个走廊的位置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要的东西 就是一个楼梯 一个升降台 大哥真的是特别忠实这次舞台 因为我们厂牌只有三个人 三公再输的话就要解散 所以呢感受到大哥真的是特别用心 每个细节都有亲自去听 大哥都这么努力了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努力 3-5 will always be five people even though now it's three no five but always gonna be one team 这一公希望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我们 冠军 不是希望 是一定 接下来掌声有请 3-5工作室为您带来表演 醉圈 哇他们三个人成了一个舞台 指定我来打一个人 愿意 带来rov 什么 것처럼 这里 说话 坚持 во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见高唐鸣镜悲白发 赵如青诗 无诚说 人生得意 谁尽欢 莫使金浚空对月 天生我才 必有用 千金山尽还否来 将进走 背莫停 语君歌一曲 请温慰我 听耳听 我天天用刀刀 好比狼套 有万种的委屈 负极一笑 我一下低 我一下高 摇摇晃晃不肯倒 旧绿乾坤 我最知道 我说狂狂人 心情厚高 莫消耻 饮食心胆着 莫怕罪 罪过 海过颠倒 且抗且痴 却醉成年少 莫怕罪 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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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Г约伥军 single day 语君愿 collabor 雷霍 从狂 狂人 心寸猴盗 莫消去 因痴心胆着 莫怕醉醉过 海货颠倒 切换切之切 醉成年少 我点点右倒倒 逃避懒逃 有万种的畏惧 扶植一笑 我一下低 我一下高 摇摇慌慌不肯倒 祝你乾坤 我最知道 祝你乾坤 我最知道 祝你乾坤 呼耳将出唤美酒 雨耳同消万古愁 李锡 哇这女大哥是姿的七分岁 我跟你说这女大哥不白给 她真的是 对 这有意思 这有意思 不错 3-5工作室醉拳做得很高级 就是我觉得那个吉他 然后配上那个鼓 然后再加上大哥 前面那个粤语 好像也是像一个念白的那种状态 行醉意不醉的那种感觉 然后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去把自己发挥的 一直在发光 一瞬间就在发光 你们感受到醉意了吗 感受到了 都醉了 追光者们为自己拉拉票吧 我们是 3-0-5 3-5-3-5 3-5-5 怎么就没5了呢 我现在宣布我们有两个兄弟 还没经过我们批准 就开着金AD2009 你六倍光输逃离现场 这件事是稳守未稳 见守未见 有人见到他们叫他回来吧 天哪 有点感动 突然一下 来 大众评审投票通道 现在开启 别摇 要按下去的 按了吗 摇没用的 按了 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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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最高的 是吗 我感觉 倒计是5秒钟 4 3 2 1 时间到 投票通道关闭 尼坤 敲中国鼓的感觉怎么样 这次是我第一次打中国大鼓 很痛 因为我排练的时候 没有用那么多力 他排练的时候不用力 偷懒 真正时候才出力 偷懒 你是对中国功夫有研究吗 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 《最全》 我一直都喜欢陈龙大哥的电影 你知不知道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 我会转到家里 就像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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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 很厉害 我 这种功夫 我小时候 我爱了 我小时候 我一位的英雄 我能够演出 这种功夫 在这个舞台上 是很厉害 好的 谢谢 谢谢 刚刚 吴振宇大哥用粤语 朗诵的 《枪尽酒》 是谁的主意 是大家一起想出来的 因为 中国文化为主题 其实中国历史 我们最早接触的 就是从神仙故事开始 是吧 那根据就是传承 这个张伟坚的一队 我们懂得很多的历史 人物的时候 也是从戏剧开始 没错 跟着《飞天》 就是打通东西方文化的 十九纪录了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要表现 中国文化的一个面 不是一个点 因为中国文化 我觉得最伟大的 就是宇宙观阴阳的概念 因为阴阳就是黑白 我们拿回来推出去 这样解释整个宇宙 就是最好的一个 一个境界 他们这个结合得很好 对 他们把这个中国文化 结合得特别 就是你不会觉得很通物 对对对 金星老师 三位追光者借用罪权 这首歌充分地把 久不罪人人自罪 在那种罪梦人生当中 那种特别孤独的清醒 表现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 50位专专业评审请投票 这一轮我们的集体表演 3-5能否超越 6倍光速和见所未见的票数呢 左手边 3-5共拿到了专业评审 22票 好多票 接下来 接下来 右边的专业评审 右侧专业评审 23票 随福爱工作室 得到的票数是 45票 谢谢大家 谢谢 天哪 还没有观众投票 还有观众 各位 我们即将要揭晓 大众评审的分数 总分排名第一的那个工作室 直接全员安全晋级 剩下的三支工作室 将直接进入 今天下半场的比拼 个人solo秀 接下来 一部观战室揭晓答案 有请 在SOULAPP 瞬间广场的追光吧 话题下 我们发现 网友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 很真实的瞬间 这些瞬间有的是文字或语音 有的甚至是带着脸基尼的视频 都是所有人们最真实自在的想法表达 我们收集了SOULAPP用户发布的一些有趣问题或感受 方便追光者们 方便追光者们了解网友们对节目最真实的想法 接下来有请各位追光者们 看看手中的板子 我的部分是杨中的 杨中文的色孔的样子 简直是我本人 这个我澄清一下 首先我本人并不是色孔 我其实还蛮 假象形内向人格 对 有碰到 我一直有拿着跑 只是我被锁住了 当时 今天晚上播出 然后刚刚他给我发微信 我看了 真的好棒 老公 吴贤豪太帅了 哈哈哈 是吗 是吗 好 帅就好了 我先忙了 没关系 一边是兄弟 一边是老婆 两个都爱 请看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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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NK哥之后 在舞台上会不会复刻以前 经典角色的造型 好想看 这些戴着头套的网友 真的都好可爱 也要看是不是适合 才才那个呢 不然的话 就不会未呈现而呈现 你愿意可以相信 舞台上的刘也在发光 我觉得他也说得挺对的 永远可以相信刘也 是 好期待韩语后面唱歌 让我永别了 好好好 起太高了吧 起太高了 这些网友评论还蛮有趣的 对啊 各位追光者们 今天的揭晓呢 让我们玩点特别的小创意 我们在SOULAPP上呢 给四大工作室的发起人 捏脸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形象 大屏上出现哪一位发起人的头像 我们就公布哪一只工作室的 最终得分情况 来 请看大屏幕 看一下啊 这应该是魏健哥吧 这个太明显了吧 咱有俩呢 哈哈 我说是他 我觉得眼睛比我大 这眼睛比我大 小欧眼睛没那么大 哈哈哈哈 但是衣服我不是这种 衣服我不穿这种啊 对 好 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 他就是周晓鸥老师 金AD209团队秀 专业评审的得分是41票 现场观众得票数是 31.25票 总分是72.25分 有75个没点 接下来将宣布哪一个呢 依旧是来看一看 大屏幕上的头像 请看 太明显了 这么累是吧 豪哥 预备光速工作室 专业评审票数是42票 现场观众票数是 42票 42票 现场观众票数是 42票 现场观众票数是 现场观众票数是 三十六票 得合总分是78票 36票 得合总分是78票 我的天啊 谢谢 目前六倍光速 暂列第一位 接下来将宣读 另外两支工作室的 最终得分 还是 先看一看 我们在SOULAPP上 给大家打造的全新形象 来 请看大屏幕 小鸥哥 小鸥哥 肯定就是他 这叫小鸥 哈哈哈 这不就换了个毛衣吗 这不还是一张脸吗 哈哈哈 对 但这个表情是有未见的 那个个性的表情 那个嘴角一歪 我常讲的吗 好 见所未见工作室的 专业评审得票数是 42票 现场观众的投票是 33票 折合总分 75分 目前最好成绩 六倍光速 78分 但是你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在这边 上半场集体秀冠军 我们就不猜了吧 直接看一下大哥的捏脸形象 好不好 好可爱 好的 35工作室 专业评审45票 现场观众 票数是 我们最后一个挑战 就是郑宇大哥 还蛮有信心的 心里面会有感觉 我们有胜算 现场观众 票数是 34.5分 人和总分 79.5分 恭喜 随夫爱有工作室 全员成功晋级下一轮 恭喜 恭喜 最开心 因为得到第一名 我就不用在 solo的时候 不用比赛了 就 就唱得更轻松一点 起码我们 三个人可以挺到最后了 各位追光者 可以在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里 为自己捏脸 以全新的形象 更自在地分享 追光瞬间 和兴趣相投的好友们 畅快交流 那么其余的三组工作室的成员 即将进入今天下半场的 个人solo秀 参加个人秀的追光者人选 由各工作室自行选定 他们分别是 6倍光速工作室的上九西 建所未见工作室的张卫健 和京AD209工作室的沙宝亮 集体秀票数低的工作室 个人秀率先出场 三位追光者完成个人秀表演后 将接受200位大众评审的投票 票数最高的追光者 将率领所在的工作室全员晋级 剩余两组工作室 各产生一个淘汰名额 加油 加油宝哥 加油宝哥 宝哥 加油 要代表我们自己的主力 去出战最后一轮的比赛呢 我就告诉自己的 你只能拿第一啊 记住你只能拿第一啊 因为在这一回 你就不完全代表你的个人 所有的一些 都会牵带到整个团队的命运 目标就是 团团圆圆 让我们哥儿五个团团圆圆的 在这个舞台上走到最后 宝哥加油宝哥加油宝哥加油 宝哥加油 宝哥 怎么在尝尝 想在这个天猫好药上 囤哪里尝个药呢 这字有点生皮 你打开手机淘宝 用这个小相机拍一下 就可以找到同款的这品好药了 这次我给他来试试 这次的solo秀 当我选择酒儿的时候 说必须要有一个大师去驻镇的话 我第一时间想 多好 哎呀呀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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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木洋就是摇滚圈里 没有人不知道赵木洋 可以说是中国的 可数的几个鼓王之一 摇滚鼓王赵沐阳加入过报家街43号 超载乐队腾格尔与苍狼乐队多个摇滚乐队 他精湛的古迹在摇滚乐的黄金年代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归隐多年带着自己浓郁家乡色彩的作品 重回大众视野再度引起轰动 被称为中国流行民谣第一人 赵沐阳以前演出他比歌手还火 你信不信 他一上台后边那些观众都 赵沐阳赵沐阳然后他站起来 跟大家一挥手我就疯了 歌手在前面都是这种的 就是天哪这是谁 我们放一下今天这个音乐呗 用了电鼓是吧 还有个通通通通 这些都可以不要 都可以不要 不要的 但是因为不合理在那个节奏里来说 他们他是不合理的 他在抢那个唱的 抢唱了对对对吧 我觉得你可以喊点琴枪出来 啊 啊 就就可以有点这种东西 然后啪弦乐进来 啊 嗯 然后你就可以安静了好我的唱在即 嗯嗯 因为赵沐阳他的那种是猛的那个琴枪 然后我的那个酒味呢是软的 他就形成了一个什么的形成了一个对比 送你去的天空说我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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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这样 刚开始我轻唱的一段 那个把红绒我们再涂点 我辛苦一下我们再来一些 沙宝他十分的用心 他是一个一直追求进步的人 我请来的我的好朋友赵沐阳 西北国王的这种概念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是有信心的 我是觉得我可以救人 我可以救到这个组是没问题的 我来说聊兴趣不孤单 欢迎来到由有趣有聊的SOULAPP 一家冠名播出的追光吧 掌声有请沙宝亮带来个人秀表演 九儿 我的心跳加速了莫名的 加油啊 宝哥 谢谢大家 词曲 李宗盛 你从天上而来 带着几项的心缘 带着几项的心缘 身边的那片天月摇 手边的草花香 高粱手来红满天 旧而我送你去远方 身边的那片天月摇 手边的草花香 高粱手来红满天 旧而我送你去远方 舍连的那片天月摇 手边的草花香 要两手来红满天 终而我送你去远方 高连手来红满天 终而我送你去远方 终而我送你去远方 那个蛋蛋跑贼 我送你去远方 我送你去远方 我送你去远方